我是东霖气情,你有故事,就来找我,点击上面关注,你就是我的人了。 有些人在爱情中喜欢自欺欺的人,明明爱情不属于自己,还不愿放手,总是认为自己只要坚持到底,就能得到爱情。 有些人在爱情中喜欢自我安慰,知道爱情不属于自己,就果断放弃,安慰自己不要怕,还会留心的爱情,表面上看,这两种心态都有问题。 可实际上,懂得自我安慰的人,比自欺欺人的人要快乐,懂得自我安慰的人,才不会在爱情中伤得太深。 CaptorB昨天,消息问我,我本来觉得这样很好,不至于一直活在失恋的意境中,科老师被闺蜜打击。 他说我是个没感情的人,说我就是因为太乐观了,才会一次次失恋。 我问他闺蜜在失恋后是个怎样的状态,他说,他是那种很伤感的人,在爱情中有一点不顺利就会变得很消极, 是那种失恋后不愿意放手的人,总是幻想着还能和前任复合,但从来没和前任复合成功过。 比于目前的各位,小夕和他闺蜜对待感情的心态,你觉得哪个比较好? 我是比较赞同小夕的做法,没别的原因,就是因为他懂得对自己负责,懂得让自己开心,懂得抛开负面情绪,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不一样。 自我安慰是为自己好,自欺欺人是在自寻烦恼,每个经历过爱情,经历过失恋的人,应该都能够区分出这二者的区别。 你如果不懂得自我安慰,只知道自欺欺人,一味的纠着已经失去的爱情不半,那痛苦的就只有你自己。 所以,我告诉小夕,你怎样对待是你的事,你不是他,他也不是你,他觉得那样好,随着就好了,你继续开心做自己就行。 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自我安慰,明明可以让自己不痛苦,何必要让自己痛苦呢? 他打击你,是想让你认同他的做法,你没必要忙从。 Captor 21段位前分手之后,每个人只要用心爱过,都会不自觉的痛苦,但有的人能很快摆脱这种痛苦。 有些人就一直走不出来,区别就在于谁懂得自我安慰,谁还在自欺欺人。 我们来具体分析下这二者的区别。 一,懂得自我安慰的人,真是有感情的动物,但是感情带给你的未必只有快乐。 还有痛苦,这种感情上的痛苦,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痛苦,是抽象的,但是只有那么真实,会让人心发抑乱,会让人心痛。 如果是肉体上的痛苦,那又要可以医治,而感情上的痛苦,要不是治不了的。 能够缓解痛苦的就是安慰,包括别人给你的安慰和自我安慰两种,而这两种安慰,别人给你的安慰有时候是高不至凡,自我安慰才是重点。 只有你自己想通了,自己去劝自己应该怎么做,去主导自己往好的方向去做,感情上的痛苦才能缓解。 自我安慰,很多人别说懂,甚至从来都没深入去想过这件事,只是脑子里对这个词有印象而已。 这样不好,自我安慰也是一种能力,你不能只是知道这个词,你的去用,才能起到效果。 比如一代爱情分手了,各种负面情绪来袭,你如果不去自我安慰,那这些负面情绪就会一直缠着你。 你会后悔,会放不下,会很消极,有时候甚至会做伤害自己的事,与其内容约带自己。 为什么不来点自我安慰,让自己舒服一点呢?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,只需要你转换一下自己的心态就好。 只要你不傻,你应该知道自我安慰对自己更有好处。 那还等什么?直接去做,去安慰自己,告诉自己分手没什么,告诉自己爱情已经失去了,不必再执着,你做不到吗? 而只会自欺欺人的人,自欺欺人和自我安慰,是一对乱生兄弟,很多人会混淆,把自欺欺人当成自我安慰。 那些在爱情中受尽折磨的人,还总是告诉自己没关系,再忍忍,那看似是自我安慰。 实际上是自欺欺人,你都被伤害了,还有什么好惹的? 还有些人在分手之后,总是幻想着爱情还没结束,幻想着还能和对方在一起,拿回忆来要挟自己。 说什么曾经那么好,肯定不会断掉,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。 爱情,此一时比一时,曾经爱过你的人,跟你分手了,已经不爱你了,爱情已经离你而去,你还在挣扎,那对自己没好处。 你以为自欺欺欺人是一种事情,是一种坚持的美德,其实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浪费感情。 在爱情中只会自欺欺人的人,则不懂得自我安慰,总是揪着不切实际的希望补保,却不止。 分手后,你不放过爱情,就是不放过自己,难免会痛彻心扉。 宁明爱情已经离你而去,宁明你爱的人已经和你渐行渐远,你还傻傻地留在原地等他回来,有什么意义呢? 骗自己有意思吗?为什么就不能让自己舒服一点呢? Captor三经常听人说,什么分手后好痛苦,我忘不了他,我舍不得他之类的话,最开始的时候,我都会去安慰一般。 后来才遇到类似的情况,我就让他们去学着自我安慰了。 自我安慰这项技能,你必须自己掌握,不然光是靠别人安慰你,起不了什么作用,分手后是一直痛苦,还是尽快走出来, 使着于你自己,就看你选择自我安慰,还是选择自欺之人,很多人会不知不觉地受了别人的影响,觉得分手后必须痛得死去活来才是重感情。 那真是一种很愚蠢的思维电视,现实中,以及电影电视小书中,是有很多人在渲染分手后的痛苦,但是那不代表,你就必须那样做。 还有其他选择,你可以自我安慰,可以让自己好起来,甚至可以有点没心没肺,快乐点不好吗?干嘛非得让自己痛苦? 说到这里,肯定又会有人跳出来说,感情的事,经历过,怎么可能说走出来就走出来? 我不想再解释了,已经在之前的文章中说过太多次了,让自己痛苦,还是让自己快乐,始绝于你自己,也要非得痛苦。 非得自欺欺人,那我也不拦着你,你痛苦跟我又没关系,对不对? 我说,要学会自我安慰,是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选择,一种对自己更加负责任的选择,你不认痛也没关系。 反正自我安慰比自欺欺人要好,这个事实永远不会改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